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觀景台真的很多 東京鐵塔、Shibura Sky、六本木之丘、Skytree都很漂亮 但有時候門票真的有點貴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不用付錢,那還是可以看到美景呢? 那鮑勃就來快速的介紹10個免費的觀景台吧 我們挑選出來的景點並不是著斷樓層的高度 是以從觀景台看出去的景色為重點 所以有一些地方雖然只在六、七樓 但景色的包純漂亮 那我們看下去吧 第一個介紹的地方應該是東京免費觀景台最有名的東京獨廳 獨廳就是市政府大樓的概念 由建築師單下建三設計 高263公尺 展望台位於45樓 可以直接看到西新樹的超高大樓群 非常有的特色 這裡晚上的夜景也不錯 但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觀景台晚上室內是有開燈的 所以玻璃會反光 有點影響看夜景的樂趣 前草文化觀光中心處於極佳的位置 位於八樓的觀景台算只有三十幾公尺高 但就在這三十幾公尺的高度 可以以最棒的視野看到雷門跟前草寺 你可以近距離的看到晴空塔 白天看、晚上看都很漂亮 真的很推 東京 Midtown Hibia 的觀景台位於大樓的六樓 也是一個觀景台跟庭園都很精彩的小秘境 這裡看出去的景色的重點不是著重在高樓大廈 而是日比谷公園跟皇居的綠地 到了晚上庭園也會點燈 讓整個環境看起來很浪漫 很適合情侶在這裡約會 東京車站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景點 1914年啟用以來一直是日本全國鐵路網路的重要樞紐 除了在平地觀賞的東京車站 在高處遠眺也不錯吧 新丸子內大樓七樓的露天戶外花園 處在絕佳的地理位置 可以接近正對面的方式直接欣賞車站 搭配東京車站另外一桶八重座的大樓 形成很棒的天際線 晚上看也不賴 位於吉田大樓六樓的戶外花園 可以看到東京車站的另外一個角度 雖然不是正面對峙 但從側邊看可以搭配碗之內以及八重座的大樓 大樓扣應該會超爽 這裡的觀景台也可以從高處直接看到 東京車站繁忙的電車往來 電車扣應該也會超開心 跟新丸的陣列大廈一樣 這裡的夜景很棒 位於溪流的卡雷塔可能知名度比較低 因為除了聖誕燈飾 大家應該比較沒有機會來這裡 但鮑勃喜歡比較沒有人的觀景台 因為可以享受自己悠閒的時間 卡雷塔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透明玻璃電梯 有種玩大怒聲或火箭起飛的感覺 光是坐這個電梯就值得了 位於46樓 你地面200公尺的觀景台區域不是很大 但大片玻璃可以直接觀賞海景 就是它很有特色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介紹兩個位於銀座的觀景台 Ginza 6 Garden 位於大型百貨Ginza 6的14樓 大概是50幾公尺高 這裡是銀座最大的屋頂庭園 總共有4000平方公尺 在看觀景台的同時 可不帶一點輕食野餐一下 TOKYU PLAZA的觀景台位於12樓 大約是60幾公尺高 也是一個開放空間 可以看到銀座仍然仍往的是自路口 也可以看到遊樂庭大樓的景色 白天晚上都漂亮 SKY Lounge位於美美的 ABC Garden Place的Garden Place Tower的38樓 是一個很知名的免費觀景台 這裡可以享受到六本木跟東映鐵塔的景色 看過去的角度可以包覽東京的天際線 觀景台雖然區域不大 也沒有什麼特殊設施 來這裡就是單純看景色 但是為了景色就是值得來 位於表餐道的TOKYU PLAZA 6樓屋上庭園 OMOHARA NO MORI 庭園跟觀景台都一樣精彩 這裡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 也可以看到澀谷大樓區的景色 庭園本身十分開放 隨便跳一個地方坐著喝咖啡 欣賞庭園裡面的樹木 到了晚上還可以看燈飾 以上就是東京的10個免費的觀景台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陳佩蜷 蜱不 在 下一 北未來 收益 例